那针对这个魏阳被深压 人在立远的学生代表陈维廷就声援 他们是高喊魏阳无罪说到了激动处 忍不住落泪 我们要重申一次 魏阳在现场 事实上是维持秩序 号召同学来和平的静坐下来 表达他的抗争的诉求 但却被冠以六条莫须有的罪名 检掉这种有违比例原则的深压的方式 事实上就是在配合这个国家政府 在利用恐怖统治的方式 来恫吓人民 威胁人民